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到十五年头上了 你自己自学的上网啊 对啊 我这些年自学了识字 写字 然后呢写作 后来学了外语 学习了上网 我当时呢是被重庆一家媒体聘请为这个体育特约评论员 当时这个媒体呢就和我说说 我给你发一个这个指在重庆地区四川地区使用的 一个就是网上通信聊天工具和我们保持联系 那么激动就有一个大 那你们怎么就联系上了呢 就很偶然的我们在上面打招呼呀 因为我每天晚上都那个固定一个点上 因为白天没有时间 他就发现我挺有规律的 然后他可能也他也好奇 为什么我都是那个点上网啊 你们俩谁先找的谁说的第一句话 你看他吧 你啊 你这么有眼力见 那不能说有眼力见 他其实还不知道他是女的 后来怎么知道他是个女的 后来他就说嘛 他说的我这个 他说我白天上班 晚上回来还得要把孩子 要打的睡觉了 然后我才有时间上网看一看 还不敢上派完 第二天还得要上班啊 早上起不来 那会儿您有孩子是吧 对 以前孩子的父亲吧 因为因病去世了 去世呢 那种孩子还小 还不到两岁嘛 然后有时候心情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也需要在网上找一个人 能说说话呀 然后能排解排解呀 那是多少年啊 那是两千年吧 那你们俩是谁先开始表情答意的呢 实际上当时就是 心里就是很 就是一种很朴素的感觉 就是我自己都这么 都这么痛苦过来的 然后他才三十来岁 就这样 没了丈夫 还有拉扯这个孩子 所以我就是感觉到很同情 我就跟他讲 这没有什么 我说你再瞒你 你也比我强 你也跟他说了你的遭遇了 对呀 在知道了他的情况之后 你当时内心是什么感想 挺同情他的 也很同情他 对呀 你们互相同情 他总鼓励我 因为我那时候心态不怎么好 然后还总是说一些很上气的 很悲观的话 但他就始终是特别阳光 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快乐 特别开心 可能渐渐的可能就有感觉了 你们什么时候见的面 一年了吧 你去见的他 对呀 我的那个 跟我父母亲商量了 然后就是在网上认识他了 就这种情况 我父母当时也没有拒绝 但是也没有说同意 他就希望我去看见见 你说从哪到东北 就江游 四川江游 那还挺远的 对呀 我们来听一段 他这个岳父的采访录音 我呢 还是比较开通的 对自己的这个知语的回事 肯定都还是有一些考虑 但是说实在的 从我当时的样子 就是没考虑的时候 找到这个小谭这种情况 在那之前的话 我还根本不知道 还有这种疾病 但我女儿跟我说了以后 我的第一反应 还不是像一般的家长那样 就是保险我 集体犯罪 我对我的女儿 我比较了解 她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想见她要做这种选择的话 肯定有她的道理 我就是感到有点意外 我就跟这个小谭 我就通过电话 电话的时候 要谭了一个多小时吧 通过这个电话 以后我就明白了 我女儿为什么会选择她 思想一世很多东西的 跟我们这个家庭 加分 都是告诉我一何的 他们的结合 一开始是为很多人 说不理解的 但是我懂她们 我明白 我知道她们之间是有真爱 她也值得我的女儿去爱她 我知道我的女儿 跟她在一起 会得到她所追求的那种幸福 尽管就她们在办婚礼的时候 可以说当时撑出纪 婚礼的人百分之九十几 是不理解 是不看好的 但是我明白她们 我对她们有信心 我们也算做了这么些年情感节目吧 快有十多年了 也看过各种各样的案例 但说句实在话 我们没有这个老人开明 很多事说别人容易 真闹自个儿身上 难 但这个老人 诠释了什么是男人 诠释了什么是爱情 老丈人对你好吗 可以说吧 我和我岳父呢 既是温馨之情 然后呢 我们又是 还要好的网友 而且他 每一次 到我这边来呀 或者说我到他那边去呀 这个岳父都是抱着我 到这到那啊 就跟我刚才那样抱 对呀对呀 我是该说你命好呢 还是应该说 你真的够努力有回报 你各方面都没闲着 你生了孩子吗 我们曾经结婚这么多年嘛 他怀孕过两次 我作为这个病的患者 我知道 我们这种病 下一代的疫苍率非常高 我是有病 他是健全的 疫苍率是百分之五 你特别第一次患约的时候 真的很不舍 因为毕竟是我后代的一个延续吧 但是呢 我们两个有一个共识 虽然遗传率是百分之五 但是真的要落到我们头上 那我们的灾难就是百分之百 我们家里头本来有一个我 还有我八十多岁的一个老母亲 还有我孩子 都得需要他去照顾 所以我说咱们不能冒这个钱 冒这个钱 不仅对我们是压力 对社会也是压力 我说你说说你 对 这不信连办 社会有两次机会 都被我们放弃了 还有一点就是 他带来的小孩 在我这 说视我为新生 闺女的小子 儿子 儿子 是我如亲生父亲一样 人三岁不到就在我身边 我一直拉扯着震荡 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我今天真是 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幸福 当时坦白地说您上台之后啊 嫂子还没出来之前 我一时在感觉 可能就会单身吧 一直到 到最后嘛 居然还有 老婆 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老婆 我觉得奇迹 而你们两个人 真是给 现在社会上太多太多的情侣 夫妻 还有那些因为几个钱 彩礼 闹得不可开交的两个家庭 一个响亮的而过 如果他们能看到你们 我觉得 他们那点事 还算是事嘛 所以真心佩服 并且祝福你们 让我受教 谢谢 其实说实话 就是 在没看到这个 大哥大嫂之前 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已经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真爱了 所以 宁可单身 你是受了多大的伤呢 真的 所以你在挑什么呢 不是 就是我也想找一份 真的能够懂我的 那份真爱 当一个女人 真正认定一个男人的时候 她又会忽略她的外表 会忽略她的身高 会忽略她的能力 会忽略她的事业 会忽略她的金钱和地位 会忽略她的一切 大嫂坐在这儿 就给我们真正地上了一堂课 是真的有这样的伟大的女人存在的 对呀 而且她们之间已经非常幸福地生活了 十四年 十四年 俗话说七年之痒 对 过了两个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心灵当中的那种默契 那种真诚 那种达成的真爱 她才是永恒的 才是持久的 所以你赶紧的吧 别挑了 今天的希望是找到李宽如医生 她这个心愿原来跟你说过没有 她以前总提 总提 这个大夫 因为我们能力有限 去找这个大夫 咱们的电视台 非常希望 而且我们又是天经卫士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你要找七 要找七二年 将近这四十多年前的 一位老医生 最起码有她的阴性 我们也是就自主 那我们到底找到没找到呢 为了实现谭虫会的心愿 挤着来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但是由于李宽如医生 已经退休几十年 退管办得到的电话 许久无人接听 谭虫会的心愿 还能否实现呢 我也很想陪你走下去 我就 我也会让自己坚持下去 能多陪你一天 我就多陪你一天 就像你刚刚认识我的时候 你跟我讲的 你跟我讲的 你再一天 我会陪你一天 你再一个月 我会陪你一个月 你再一年 我会陪你一年 你再一辈子 我会陪你一辈子 有你 也应该在的地方 就是我海滨的家 这是我老公跟我讲的话 我一辈子都能记得 我特别特别地感谢我老公 为我做的这样一切 所以我很想跟他说 老公我爱你 我真的很爱你 我谢谢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事情 就是让我遇到了你 这是我最想对我老公说的 我真的很感谢他 你确定要签了吗 确定 来吧 你签了吗 刚才冯盈已经在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表上 签上了他的名字 也就正式成为了一名 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谢谢 谢谢冯盈 祝你的康护手术顺利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有个小惊喜要给你 你想不想看 什么惊喜 但不是我们给你 谁给我的 是你的老公给你的 什么惊喜 要不要看 来帮一下忙 把凳子朝过来一下 你看你不用动 你不用动 朝大屏幕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请放VCR 一样在这 一样 两年过去了 咱俩一样结婚 真正两年了 在这两年时间里 咱俩经过了 风风雨雨 我很幸福 也很开心 因为有你 在往身边的 陪伴 老公挺开心 也很知足 结婚的时候 我们又给你一件相应的礼物 但是你要相信老公 等到咱们把病看好了 别的女孩就留了 老公都会给你 还记得 我跟你说过了没有 你在一天 我陪你一天 你在一个月 我就陪你一个月 你在一年 老公就陪你一年 在一辈子 那我就用一辈子去陪着你 有你硬的地方 那就是我还别了家 老公不用一辈子去陪你 爱你 守护你 你要相信老公 这是你啊 是 叫什么这样 那时候我在医院 一样的话行 那个时候我准备 做第二次手术 这是我结婚的时候 哦 怎么样 还觉得什么都放下了吗 我放不下我老公 放不下你老公 你最想对你老公 说一句话 说什么呢 我想告诉我老公 如果这次手术 我要是万一不成功了 我希望他能 好好的生活 经营我们的小餐馆 然后开开心心的 你可千万别说这样的话 定数还没有定下来 先把自己的身体弄好 你说呢 是 我也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只能够好看你吗 你怎么看你能看你本身体弄好吗 什么时候你把自己弄好 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